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是神圣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总有一些跳梁小丑 利用自己的公众影响力 来挑拨两岸之间的关系 被台媒称为罪证主播的叶应彤 传出要回到上海与老公团聚 消息一出让两岸怒不可遏 引起了极大的舆论浪潮 对于一个已婚女性来说 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为什么叶应彤的这一举动 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呢 叶应彤到底是什么来头 她做过哪些无法饶恕的事情 本期千人千颖让我们一起了解 墙头草叶应彤 视频制作不易 欢迎点赞关注转发 千颖将给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故事 叶应彤是台湾名嘴 也是绿营的支持者 凭借甜美的外形 在台湾省有一定的影响力 却总是喜欢在措辞中耍小聪明 比如在播报四川发洪水的时候 会特地强调中国四川乐山 这里行间都暗藏着将台湾 从中国割裂出去的险恶用心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不遗余力地想要抹黑祖国 还不顾事实地说出 三峡大坝即将崩溃的不实言论 倒是给观众展现了一下 睁着眼说瞎话的才艺 三观可悲五观好看又有什么用呢 国内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 叶应彤更是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一次次地诋毁祖国 武汉也成了他频频攻击的目标 在世界卫生组织都已经澄清 新冠的源头不在中国后 他还明知故犯地说是口误 句句离不开武汉疫情 想要用这种小伎俩 挑拨海峡两岸的关系 众口硕金击毁消股 假话说的次数多了 总是会有人当真 更何况是一个频繁在电视台刷脸的女主播 叶应彤的言论给一些不明真相的台湾省民众造成了误导 就在打算离开台湾的前三个月 他还无脑鼓吹绿营的抗疫有效论调 鼓惑民众不要打大陆疫苗 但打脸来着太快了 估计连叶应彤也没想到 台湾的防疫并没有他鼓吹的那么好 疫情蔓延的速度远比预想的更快 就在他宣布离开台湾的前几天 当地的一位知名摄影师 在台北电视大楼的卫生间里突然去世 查出死因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这对于叶应彤来说是不小的打击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离疫情这么近 于是慌慌张张地宣布要到上海 与老公团聚的消息 他的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就是想要用夫妻团聚为借口 逃离台湾这个疫情防疫崩溃的地区 再打上一针国产疫苗 给自己吃上定心丸 但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 竟然说一套做一套 由此可以看出叶应彤的本质 不过是一个利己主义的墙头草 缺乏信念 在他眼里 个人利益远大于国家利益 叶应彤有一个上海老公 按理说应该对国内的情况有所了解 为什么要用尽手段的抹黑祖国呢 实际上啊 叶应彤比你想象的更了解国内的情况 曾有多年的上海求学经历 甚至可以说是从上海长大的 所以才会找一个上海的老公 他的高中呢 就是在上海的杨浦高级中学度过的 还考上了华东政法大学 要知道这所大学 是我国政法高校当中的顶流 更是凭实力入选了五院四系 为国家输送了很多政法界的精英 然而即便是这样正统的高校教育 也没能扭转叶应彤扭曲的三观 反而利用自己的这段求学经历 作为他抹黑祖国 提高自身言论可信度的佐证 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一筹码 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选中 作为自己的一个宣传工具 叶应彤与绿营分子一拍结合 各取所需 成为电视台新闻主播之后 毫无顾忌地颠倒黑白 然后再凭借自己 曾经在上海的生活经历 误导台湾民众 让他们更加相信 祖国就是这位美女主播说的样子 靠着抹黑祖国博出位 获得名利双收 还得到了一个 罪正主播的头衔 如今看来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不过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罢了 与其说她是主播 都不如说她是一个好演员 更恰当点 如今看到台湾的疫情失控 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又义正言辞地说 自己要到上海跟老公团聚 还用合同到期为借口 网友们看到她的所作所为 也坐不住了 有网友不留情面地指出 合同到期就续约吧 没必要回大陆 而且也不欢迎你 看到叶应彤要回到大陆 台湾当地的媒体也坐不住了 感觉她的举动 好像是把别人都当傻子看 台湾有媒体冷嘲热讽的评论道 在评论前看惯了叶应彤 输出反中仇中言论的观众 看到这一幕 不知道要做何感想 叶应彤为了掩饰自己 落荒而逃的丑态 还为自己找了一个体面的借口 说是很羡慕出双入对的情侣 希望自己生病的时候有男友的陪伴 最后还很有事业心地说了一句 会更加的谦虚地走在新闻的道路上 不愧是女主播 果然擅长给自己找借口 如果是不明真相的人 很容易被她打出的感情牌煽动了吧 觉得她是一个渴望跟丈夫团聚的感性女主播 不知道叶应彤是哪里来的自信 觉得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就可以按照她的需要信口开河 她所谓的新闻事业 不过是为了博出位 说一些抹黑祖国的话 不顾事实的一派胡言而已 如果这也能够被称之为事业 那些为了追求真相而牺牲生命的新闻人 他们所做的又算是什么呢 不过是一个挑拨两岸关系的跳梁小丑而已 依靠拉财祖国获得优越感 误导台湾当地的年轻人 当她觉得台湾不安全了 又把上海当成了避难所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一边警告台湾民众大陆疫苗无效 自己又迫不及待地飞回来打疫苗 凭什么好事都让她一个人站了 看起来是一个长相精致的女主播 骨子里却是一个完全的利己主义者 没有家国信念的人长得再漂亮 不过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续其中的稻草美人 墙头草的本质被揭露之后 她竟然还敢厚着脸皮来大陆生活 还扬言要发展她的新闻事业 如今大陆人才积极 新闻人才也是不断涌现 不需要你这个空有皮囊的歪瓜裂枣 而且还在民众的伤口上撒盐 反复抹黑我们的武汉人民 叶应同欠武汉一句道歉 李济中庸当中有一句话叫做 意思是知道羞耻了就意味着接近勇敢了 叶应同如果真的想在大陆的新闻行业发展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要先学会这句话才行 被自己抹黑祖国言行感到羞耻 摆正自己扭曲的三观 想要从事新闻事业还是有希望的 那么你对叶应同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怎么看 同意她回上海避难吗 欢迎大家评论区下方留言讨论 本期千人千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期待下期再见